第244集 汉纪22 汉成帝建史元年 吉丑公元前32年 春季正月初一 史皇孙刘靖的祭庙发生火灾 石显调任长信中太仆 官之为中两千代 石显已失去靠山 又被调离中书要职 于是丞相御史上奏成绩 列数石显过去的罪恶 石显及其党羽 老梁陈顺均被免官 石显与妻子儿女 也被放逐归原郡 石显忧郁愤懑 不尽饮食死于途中 那些因结交石显而得到官位的人 全部被废除 绍府五路冲宗被贬为玄兔郡太守 御史中成尹家被折掉燕门都尉 私立校尉 卓郡人王尊上书弹劾 丞相宽恒 御史大夫张谈 明知石显等专权善事 作为作福是海内的祸患 却不及时奏保皇上 予以惩罚 反而百般谄媚 趋役奉迎 攀附臣下 欺瞒主上 心怀邪恶迷惑君主 丧失大臣辅政的原则 都是大逆不道 这些罪恶 发生在大赦之前 尚可不咎 然而 在大赦之后 匡恒张谈指控史显时 不自责不忠之罪 反而故意宣扬突出先帝 任用颠覆小人的失误 妄言什么 文武百官畏惧实显 都超过了皇上 这种悲君尊臣的言论 是不该说的 有失大臣体统 于是 匡恒惭愧恐惧 脱掉官帽谢罪 缴还丞相侯爵的印信受贷 成帝因为是新继位 不愿伤害大臣 就下令贬王尊为高龄县令 可是百官中很多人都认为 王尊之言有道理 匡恒沉默而心不自安 每逢遇到水汉天灾 都接连请求退休让位 而皇上呢 则下诏安抚未留 不批准他辞职 汉成帝封已故 何坚王留元的弟弟 上郡库令刘良为何坚王 有一星出现于 嬴氏二星旁 大赦天下 人子成帝封舅父朱立 光禄大府 关内侯王宠为安城侯 赐舅父王潭王商 王立王根王冯时为关内侯 夏季四月 皇户四起遮天盖日 成帝下诏广泛地 征求恭请大臣的意见 希望大臣们各谈因由 不得隐晦 见大夫杨兴 博士四圣等人都认为 是阴气太重 抑制阳气的缘故 高祖曾立约 臣属非功臣不得封侯 如今太后朱棣 全都无功而封侯 如此师恩外戚 是从未有先例的 因而上天为示警 而显现异象 大将军王丰 文奏恐惧 尚书请求退休 辞去官职 成帝不准 下诏未留 御史忠诚 东海人薛轩尚书说 陛下志得仁厚 然而祥和之起仍然未通 阴阳不和 大概是因为官吏多实行 科正的缘故 被委派巡查地方的刺史 有人不遵循六条规则 随心所欲的行事 过多干预 郡县行政 甚至开司门 听信谗言 来搜求利民的过失 言辞贺责 对细微的过错 也不放过 苛求利民 而不考虑他们 是否力所能及 郡县在压力的逼迫下 也不得不互相采取 严厉苛责的手段 流毒祸及百姓 因此 乡党邻里缺少和睦交往的欢乐 家族亲属 也忘了血缘之间的亲情 互相帮助 周济急难的春后风俗衰落了 迎来送往的礼节 也不再实行 人情不同 那么阴阳自然隔阻 何气不通 未必不是由此而引起的 诗经说 百姓失德 因小犯过 礼语说 苛政之下无亲情 反苦之中 赏恩义 陛下在刺史奏事时 应明确斥告他们 是他们明了 本朝施政的窃要所在 成帝欣然采纳 八月清晨时 东方一上一下出现两个月亮 冬季十二月 汉成帝在长安南郊 北郊 兴建祭天祭地之所 下令撤除甘泉和焚音两地的祭祀之所 以及甘泉太子坛的装饰 女子歌乐 蓝鹿 鞠 龙马 石坛等 二年 耕吟 公元前三十一年 春季正月 撤除位于雍城的五帝祭坛 及陈宝祠 这都是听从了匡横建议的举动 新寺 成帝初次到长安南郊几天 赦免侍奉交寺之县 以及在京师各个官府中 保留宾发的清罪行徒 减天下付钱 元一百二十钱为一算 现每一算减少四十钱 运中月 成帝下令 在魏城延宁亭 兴建自己的陵墓 三月十四日 成帝初次在长安北郊祭祀后土 十九日 成帝立许氏为皇后 许后是车骑将军许家的女儿 汉元帝挨到母亲公哀后 在位时间很短 而惨遭祸事毒手 因此特许许家之女婚配太子 成帝从当太子时 就以号色出名 等到即位后 皇太后照令挑选良家女子 充施后宫 大将军武库令 杜钦劝王丰说 按照古礼 天子大婚 一次就娶九个女子 是为了让他们多生儿子 以对得起祖宗 其中有人死亡 虽空缺其位 也不再补充 为的是 使君王保养长寿 也避免后宫争宠 因此 皇后嫔妃 有贞洁贤淑的德行 而子孙后裔 就有圣贤之君 制度有严格的节制 君主就会有高寿之福 废弃而不采用这些古礼 君王就会沉沉于女色 沉沉于女色 就不会享有高寿 男子到了五十岁 好色之心仍未衰退 可是妇人到了四十岁 容貌便不同从前 以变丑了的容貌 去侍奉处在好色之心 未衰年龄的君王 而不以古法去约束克制 就不能挽救君王 本来的好色 而后还要发生 不正常的变化 发生不正常变化的结果是 郑公皇后自我猜疑 恐怕后卫不稳 而树妻宠妃产生夺嫡的野心 这正是晋献公 被人指责采纳禅言 是身生无罪 而蒙受冤死的原因 现在圣主还很年轻 没有嫡子 刚刚开始研习学问 还没有因亲近后非而受到批评 将军身为辅政大臣 应该趁着本朝初期的龙胜 建立九七制度 仔细选择得行高尚的人意之家 物色品貌端庄的淑女 不一定要有声色技能 把这个制度定为万事不改之法 年轻人要戒色 诗经小遍这首诗 就是讽刺周幽王 废身后立宝寺 哀伤太子被放逐 使人听了十分寒心 静将军常以此为忧 王凤将杜亲之言转告皇太后 太后认为九七之治 汉朝没有潜力 王凤不能自立法度 只是因寻惯例而已 王凤一向器重杜亲 因此把他安置在幕府做官 国家的政治大计 常与他一起研究考虑 杜亲多次称赞推荐 有名望的诗人 是他们补救改正政治上的 欠缺和失误 当时的善政 多出于杜亲的建议和策划 夏季 大汉